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马 我是献哥 我家旁边那些小餐馆 我都吃的太腻太腻了 主要献哥也在这儿嘛 咱们今天吃一顿稍微好一点的 吃一个港式的快餐 哇 对吗 对 炸鸡 这是什么意思 炸鸡 炸鸡腿 哦炸 炸鸥腿 哦哦哦 炸鸡笔的意思 炸鸡笔 对 看下这就是非常港式的一个菜单 西多士 然后这个 三文治 先给你来份这个公司三文治吧 嗯可以 嗯 再来份这个 牛奶花啊 牛奶花 好 西多士 阿华田和炸鸦 阿华田和炸鸦 对对 小炸鸡就可以了 那我喝啥 你和炸鸦吧 你知道鸦鸦什么意思吗 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国内的鸦鸦 这个鸦鸦是个奶茶 就是 哦 这 也是香港一个特斯吧 一半的咖啡加一半的四碗奶茶 喝起来就知道鸦鸦 就大家如果去香港嘛 就发现很多店 它就是 就是后面会标的宾室 我跟大家说的宾室是什么意思 其实宾室呢 它现在就是一个茶餐厅啊 它以前呢是模仿那个西餐厅的 西餐厅嘛 它价格会比较高 那宾室呢就是提供更为 实惠的一个简餐嘛 快餐 这一份嘛就是我们点的西多士啊 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西多士呢 就是大家一听就不是中华正能的东西啊 其实它呢是人对法国 就是以前的时候嘛 法国人民也比较穷嘛 他们吃的面包嘛 吃剩了还舍不得扔 然后就裹上蛋液和牛奶炸一炸 就变成了这个西多士 那按照法国传统的西多士呢 它是实心的 就是一个 夹过的土石片 这一款呢是经过香港的改样 现在的名字叫那个 阿瓦田留心西多士 它上面是铺了一层 阿瓦田这个粉末 阿瓦田粉末就有点 就是巧克力那个粉末了 然后中间嘛是加了链铛 如果你切开的话 这个链铛会流出来 所以就要留心西多士 老板我说的对吗 对 对啊 不要不要测太多就好 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这里面呢 它不是让你喝的 它是蘸料 就是说你拿一片面包嘛 跟它蘸着吃 不要喝啊 一喝就是挺low的 喝这里面汤挺多 我有点想喝 这就是 现哥也来吃一份羊餐 感觉怎么样 很好吃 现哥一看就是不是专业的美食博主 就是 只会说三个句话 我来告诉你 如果当一名半专业的美食博主 入口非常软 然后非常鲜美 然后这个太甜了太好吃了 我下次一定要回购 然后 乱吹一通 巧克力的醇厚 与这个新南奶酱 在嘴里下就交织 现哥我教你怎么 钻这个美食拍个封面 首先就是美食尽量要 挺的大一点 这样 倾斜着 向这面向镜头大一点 然后只能问嘛 就是整理一下 就是把自己从五分提升到五点五分 尽量提升一下 面带微笑 可以了 就这样 我的这一份是出勤一丁啊 这个出勤一丁啊 其实就是 方案面 就是咱们大陆嘛 可能就很少有人把这个方案面 当做正餐来吃 但是在香港嘛 就是一个 货真价值的一道正餐 就是当地的 上班族嘛 中午下班之后 可能就会点一份以上 出勤一丁 然后搭配这个煎蛋 还有这个煎的五餐肉 再说一句提问的话 就是我以前嘛 以为出勤一丁是香港牌子 然后今天我查资料嘛 我才发现原来这是个日本牌子 所以说这就是 就是香港美食的一个特色吧 就是各个文化都有 都有融入进来 这个公司三明治呢 为什么叫公司三明治呢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嘛 就是在香港上班族 他中午可能 离不开工作的岗位 所以就点个外卖 然后直接在公司 直接吃了 这就是他名字就来 那他和其他三明治有没有区别呢 我网上说的得出来结果就是 没有 肯定没有呀 有啊 他说 网上说嘛 公司三明治 干净卫生 哎不是 公司三明治一般量都比较大 比一般的三明治量大 这一共四份 说实话量还挺大的 然后这么厚一个午餐 我里面还有煎蛋 其实这个公司三明治 如果硬要说起来 可能就是一个伤心的故事 如果在大陆版本啊 就可能是打工人三明治 这个阿花田呢 一般的吃法是用刀 还有这个叉子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选择用印度的吃法 就是泡个塑料袋 然后手揪一点 这吃也是可以的 你看这样能挤一点 他吃点汁 更更入味 对对对 他在印度需要两项技能啊 哪两项 这一项 另外一项就不方便展示 哈哈哈哈哈哈 另外一项大家可以猜测一下 就不方便展示 哇这辣椒真香真想吃啊真香 真香 真的是吃不了羊餐 土鳖啥来的 土鳖吃不了羊餐 差不多对的意思 差不多就是意思吧 我也忘了 对了要说一下 我们两个刚刚点的都是快餐 其实 香港美食有更多的更好吃的东西 就是大家不要有误解啊 好啦那这期视频就这样了 如果你喜欢可以帮我点个三连 如果你也不行啊可以帮我点个赞 就是 骞哥如果咱们破两万站的话 就是再拍几个想要怎么样 看一看 背着这 那就这样嘛 拜拜 骞哥你要不出去这个吃饭打包 太正能量了 我三连 嗯 吃饭打包太正能量了 我三连了兄弟们 没事不用不用 这是我应该做的 是我应该做的 啊 鞠躬了 啊 啊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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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